今集的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回控5号 美国联邦储备局上个星期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并且确认加息周期已经完结 但最新点阵图显示2024年预期减息幅度由上次0.5厘 扩阔到0.75厘 虽然减息不利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表现 但汇控近年的净利息收益率表现比市场预期 例如汇控在第三季纵使面对联储局展开暂停加息 但他们的净利息收益率仍然按年上升0.31厘 按季只是跌0.02厘至1.7厘 亦好过市场预期的1.69厘 另外摩根士丹尼上星期报告也说到 一般来说按揭利率的上升或下调滞后于市场利率 所以汇丰有机会透过对冲以拖延利率周期下跌对利息收入大来的影响 简而言之 美国加息周期虽然完结 并且很大机会在2024年展开减息 市场亦预期汇丰的净利息收益率在2024年将会轻微收窄0.06厘 但汇丰2023年全年以至2024年净利息收益率的表现仍然有望好过市场预期 虽然市场预期汇丰2024年净利息收入按年下跌3%至355亿美元 但经调整的经营收入按年只是微跌0.8%至654亿 当中非利息收入改善成为关键 摩根士丹利预计如果美国开展减息周期 汇丰的非利息收入可望改善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平均预料汇丰2023至2024年 非利息收入分别大约是301亿和323亿 即是分别按年上升31%和7% 可以缓和净利息收入或者出现下跌的影响 综合由10月底即是汇丰季绩及联储局加息周期结束预期升温等因素以来 一众劝商给予汇丰的平均目标价是78.08% 较汇丰上星期收市价61.35%高出27% 投资者第一注可以靠汇丰股价回到58元水平级 如果有机会回到55元可以加注 短线看68元 另外可以作长线收息 不过如果汇丰股价跌穿2023年3月 因为美国矽谷银行擠提事件引发的低位49.7% 或者显示有新危机的出现 街市投资者就适宜清货离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搜资者 邀请您的支持 欢迎赏 commander